一直以來我們都認為說運動後肌肉會痠痛 所以我們要靠著拉伸拉筋來加速乳酸的排除 這樣子可以減少隔天的肌肉痠痛 提高下一次的運動表現對不對 但是我接下來要講的這篇論文 可能會顛覆你的想像 大家好歡迎再度來到邱正宏談健康 今天好就是要跟大家談談運動後拉伸 到底對我們肌肉疲勞的恢復有幫助 2025年有一個醫學期刊叫生理學的前沿 叫Frontiers in Physiology 有一篇醫學論文題目是 運動後伸展跟不伸展 對下肢肌肉的恢復 以及運動後表現的影響冒號 一項統合分析 這個證據力比較強 因為這是review article 一個meta analysis 有四個重點跟大家講一下 第一個他說根據這麼多醫學文獻 這個嘉義分析以後發現幾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運動後的伸展 對於緩解隔天肌肉的痠痛 效果很小 沒有臨床意義 痠痛緩解主要要依賴時間 第二點 無論你是否做運動後的伸展 其實你的肌肉力量跟爆發力 在期後24到72小時之內的恢復速度 沒有明顯差異 即便你做伸展 也無法加速肌肉生理上的修復 第三個運動後的伸展 對於預防未來的運動傷害 有沒有幫助 答案是沒有明確的證據支持 第四個運動後 確實有用的是什麼 是增加肌肉的柔軟度跟關節的活動範圍 這個是運動後伸展最明確的好處 我們來看這篇論文給我們的啟發有幾個 第一個 這個研究就是要幫助我們釐清運動或伸展 到底有什麼好處 如果沒有好處 我們不要再做了 因為要節省運動後寶貴的恢復時間 我們的頻道已經開放加入會員 歡迎大家來加入頻道的會員 加入的會員呢 邱醫師會優先回答你留言上面所提的問題 而且你留的問題也非常有可能優先成為邱醫師下一個節目的主題內容 我會拍影片來回答你所關注的問題 他證實了說 運動後的酸痛是無法靠著我們自己努力來消除的 你不用再花大量的時間去拉伸酸痛的部位 酸痛不是壞事 它是表示肌肉正在修復當中 第二個啟發就是說 與其你花20分鐘無效的拉伸 你不如將時間花在緩和的運動 就是收操運動 例如慢走5到10分鐘 為什麼 因為這樣可以幫助血液循環 可能有助於帶走肌肉裡面堆積的乳酸 低強度的運動是有效的主動恢復 當然這個時候要再加上兩樣東西 一個就是足夠的營養 包括碳水化合物跟蛋白質 另外一個就是要充足的睡眠 營養是提供肌肉修復的原料 而睡眠就是提供肌肉修復的時間 第三點 我們應該把拉伸 運動後的拉伸 當作一個柔軟操 一個柔軟度的訓練 但是它不是恢復肌肉疲勞的手段 結語有兩個 第一個 這篇論文的結論是說 運動後的拉伸 並不是加速肌肉恢復的靈丹妙藥 最明確的價值 它是能夠提供身體的柔軟度跟關節的活動範圍 第二個 也要注意 極端的柔軟度增加 其實未必是好事 因為有些運動它是爆發力的那種強力的運動 這種運動其實太柔軟了 反而影響了力量的傳輸效率 所以我們應該要根據你運動的種類 然後更有效的安排自己的收操 跟你的肌肉痠痛的恢復計劃 以上就是這篇論文提供的內容 有沒有感覺到有點震撼呢 希望今天分享的內容對你有所幫助 歡迎大家訂閱丘伊士的頻道 按讚分享 打開小鈴鐺 或許最新的訊息 我們下回再見囉 拜拜 各位朋友 如果你喜歡我們今天所講的 請在下面按個讚 如果你對我們的內容感到興趣 想要獲得最新的訊息 請按訂閱 下回見